14日,华为二公主姚安娜签约天号盛世宣布出道,一组黑白大片曝光,电间造型配中分黑长发霸气十足。 据悉,此次签约姚安娜的公司天号盛世也是陈飞宇的经纪公司,其旗下还有七威,牛俊风,赵一欢等艺人。 与轻松主梦演艺圈,享尽繁华宠爱的姚安娜反差极大的事,华为大公主孟晚舟至今仍滞留国外,情况还很不好。 1月14日,加拿大一家法院13日庭审时爆出,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哥华居家期间,曾数次收到死亡威胁,其中包括装有子弹的信件,同门不同命,让人不禁感叹。 姐妹俩的口碑也大不相同,在出道纪录片中,姚安娜自己也问道,为什么大家喜欢姐姐不喜欢我。 要这样骂我,然后为什么大家喜欢姐姐不喜欢我。